小明是一位再平凡不过的让班族 不过,最近有件事困扰她好久了 这六个月以来小明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甚至今天凌晨两点突然醒来 就这样跟天花板大眼邓小眼道天亮 虽然前一天晚上睡不好 但早上小明还是打起精神开车去上班 小明一个闪神车子就被叫多吃饭了 小明车被撞了之后来到公司 他堪坐在椅子上 小明你已经这样睡不好好久了 要不要去看医生了 我只是睡不好而已,干嘛要去看医生 你睡不好晚上容易醒来 或是半夜醒来就睡不了 这些都是失眠的症状哦 那我该怎么办 就去看医生啊 因为你的失眠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了 我不能去一般药局买阿民药就好了吗 不可以,现在药局没有再买阿民药 你应该要去看医生 好吧,那我去转角那间诊所看好了 等等,你应该要去对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看见 哎呀,你不要理他啦 又每个人去看医生都拿去看医生诊所就好了 小明处理小天使直接去诊所 医师开了阿民药物给小明 正当小明要吞下药物的时候 你不怕产生不过用吗?不过用哦 但小明因真的已经睡不好很久了 最后还是把安眠药给吃了 结果过没几天 小明开始感到昏昏沉沉 甚至产生失眠 记忆力不佳等症状 你不怕不舒服了哦 不想吃了吗? 结果小明真的就自行停药了 停药后他还是睡不好 依旧大眼瞪小眼到天亮 小明开始犹豫 要不要听小天使的话去看精神专科医师 小明最后还是去了医院看精神科 Hello 他和医生说明了他之前的状况 医生说 其实现在台湾没有5个人 就有医院有失眠的困扰 而全台使用阿民药的数量所排出的程度 相当于台北到高雄的区别 而常见的阿民药物有几种 例如艾斯勒 银棉安 乐的棉 罗敏勒 史蒂诺斯 身体通常都需要一致两周适应药物 适应之后就会比较好 如果有不舒服 绝对不可自行停药 药与精神专科医师讨论 看是否有需要调整药物准备与剂量 小明之后听医生的话乖乖吃药后 情况改善很多 拥有一夜安稳到天明的正常生活 接着 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可以寻求精神科医师的一个整体评估 才不会只接受安眠药的治疗 或复略掉其他根本的精神科疾病 慢性失眠超过一个月 所以绝非靠安眠药非治疗好 他一定同时要合并非药物的治疗 包括心理治疗 认知治疗 或放松治疗 或或者我们的睡眠 或睡眠的卫生系统的养成等等等 所以慢性失眠绝对是药物 加非药物的心理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变 才有办法重新 让这个失眠症的病人打造 让原来的正常的睡眠跟生活 以时钟固定时间起床 多接触光源 增加白天活动量 以累积顺别能量 营造环境 要送自己的身体 我要睡觉了 学会放轻松 放轻松才能入眠 找出疲劳的经济原理 不要认为是因为失眠才会疲劳 其实睡眠跟吃饭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食量不同 睡眠的需求也不一样 那你少睡一点就跟少吃一点是一样的 其实对身体的健康并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 那在睡觉的时候呢 是你越放松就越容易入睡 如果越担心就越不容易入睡 所以要告诉自己 其实少睡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再谊一下 我看下来 你们进入水 那ori人 没有人 可是每个人都变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